你刚刚讲说 现在总统大选已经开大 我说什么总统大选开大 原来民进党今天总职会已经确定 3月13号到3月17号初选领表登记 以民进党的气氛应该是在3月17号 就已经确定赖金德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代表第一个我要避免夜长那么多 第二个我要开始提枪快跑前进 这个时刻国民党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对这个叫做快刀斩乱吗 真的民进党非常非常快 你有没有发现赖金德每一个礼拜三都有做事情 他基本上没有一个礼拜三是空转 前面三个礼拜三就是杀杀杀杀一步杀 人都杀完了路都清空了 我要提枪快跑前进了 什么意思呢 今天公布了民进党2024年总统立委提名时辰 3月13号到3月17号要领表 他其实有不排除了一人以上领表 他说不管是一人还两人 如果是一个人我就直接提名赖金德 如果是两人提名的话 他也不跟你裸里巴说 两人提名我就办这个什么辩论 一大堆的嘛 民调一大堆 但还是有一个3月28号可以做协调了 对我就协调嘛 协调不成我就进入初选 初选完后就辩论 辩论完后就做民调 大家以为这时间拉很长对不对 没有 3月13号到17号零表对不对 假设两个人中间一大堆协调 辩论民调我做完 怎么样4月12号钱给我搞定 4月12号如果就算有人要选 一个月之内给我砍就掉了 你就给我啰里巴说了 等于就是一个月 也就是从3月13号开始零表 到4月12号的提名确定 就一个月 就一个月没有跟啰里巴说了 没有夜长梦多 反正民进党无论如何4月12号 我要定于一尊 就那么简单 你其他想挑战我赖金德的 中来啦 反正我就等你 但是我不会像以前一样 什么民调时间一直拉长 一直拉长 怪事一大堆 没有 这件事情冲成两件事 第一个是赖金德快捞斩乱马 我知道有些人想烦我 我知道你可能想推陈建伦 搞一些有的没的 我时辰就放在这边 你就过来 我们一个月内决胜负 持球对决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国民党压力如山大 民进党4月12号就定于一尊 这是坏的状况 好的状况 3月17号就定于一尊 那你国民党呢 你国民党不管是要等候或等国 看起来都是六七月后 而且你以赖金德下的动作 如果3月17号确定了 他就开始跑了 他就开始跑行程了 他就开始造势了 我跟你讲 以赖金德这个状况 他一定会怎样 3月17号一定 各地赖金德之友会就成立了 各地赖金德之友会一成立 就开始募款了 募款完组就开始动了 这是选举 开始动了 选举ABC 我跟你讲 选举就开始了 选举ABC什么 第一个 我一确定被提名的时候 我的办公室有成立 我办公室成立 我的文宣部就成立 我的组织部就成立 我文宣部成立之后 我就开始找发言人 找新闻联络人 然后找媒体 找小编 全部都成立了 组织部呢 各地赖金德之友会就成立 组织部比较复杂 我成立的投资 我开始募款 各地清楚钱给我交出来 子弹给我吐出来 而且我现在有执政优势 谁敢不交钱 对不对 你子弹吐出来 同时呢 投资报酬你百分之百 你左手交子弹 我右手行政院 对你要配个什么 我就下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组织文宣两只脚 就开始往前开始跑了嘛 就我们讲的提枪快跑前进 郭敏良在干嘛 先内斗一阵子再说 还在内斗吗 先内斗一阵子再说嘛 现在第一个嘛 郭台平跟后卫 两边内斗就算了 朱立伦是不是有私心啊 现在好多消息都传出来说 朱立伦可能 他不是无私无我吗 对 可是问题是我跟韋阳哥 得到共同消息 好像他开始有点 有点心痒痒 现在起心动念了 对 开始起心动念心痒痒了嘛 那如果心痒痒 一路搞搞搞搞搞都乱到 六月 七月 八月 可是状况实际上 选举不一样 选举是叫做 叫做现实赛 所有的候选人的时间都一样 比如说我们就是一年 我们一年里面大家比谁 在这一年里面做的对的事情多 做的错的事情是少 可是不好意思 郭敏良还没选择 先让人家半年 你这样怎么选 先让半年 你搞到七八月的时候 你怎么选择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好 你七八月就要确定了对不对 可是郭敏良两个打起来嘛 你打完之后你要不要整合 你两个整合要时间耶 要愈合嘛 要疗伤嘛 可是你如果只到七八月之后 才有打完后才有结果之后 好 你再花三个月疗伤 整合的话你怎么搞 现在对于赖清德来说 他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难投的补选耶 难投补选 从一开始大家懒得讨论 都懒得讨论 到后来发现说 哎呦 两边气势都起来了 气势差不多嘛 对 气势差不多起来了 那我问很简单的 如果赖清德在难投不胜 让蔡培会选赖的 赖清德尾巴不是枪到天上了 这件事情 我连难投都可以带领民进党打赢了 我还有什么不能打赢 所以你看赖清德 民进党内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胜利是无可取代的 尤其是难投的胜利 十几年都没有政党轮替过对不对 所以你看赖清德 现在每个礼拜都下去对不对 我这边公开建议赖清德每个礼拜都下去 而且刚刚赖清德的脸书 公布了他帮蔡培会的电话吹票嘛 一通通打电话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啦 所以赖清德全部都聊了 全部都聊了 他不是只是说 只有杀杀杀杀杀杀 他全力在打难投这一招 我要战功嘛 难投如果让民进党拿下来 就是民进党指迭回声的关键嘛 所以我是赖清德 从今天开始看完我们节目 从今天晚上就冲到南投去龙世代 什么今天晚上早就冲过去了 不是就一路住 不要回台北了 不回台北了 不要回台北了 那个时候赖清德怎么帮郭国文辅选的 是我对赖清德最大最大的敬佩 跟最大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赖清德牵着郭国文 穿个小雨衣 穿个小雨衣 然后那个刘海乱七八糟 林雨林的乱七八糟的 拉着郭国文手一条一条巷子扫街嘛 那个时候赖清德是感动人的 如果又去南投 再来一次 有机会翻盘嘛 所以你要看 对 你要知道那个画面有多难得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曾经访问过赖清德 赖清德这时候觉得他头发一点 所以请我们楼下的舒嬅小姐 我们的舒嬅小姐 本来说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处理 他说可以处理 结果我们的舒嬅小姐 只是请你碰一下 他眼睛往上盾下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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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去碰他头发的 赖清德对待头发 基本上跟我对待头发状况是一样的 可是他为了把郭国文辅选 去跟他撩个乱七八糟 撩到他脸上 就把他撩下去嘛 所以说这次南投 我讲真的 从今天开始融死那一道选环 如果翻盘了 赖清德气势真奇 好 所以 真的总统参技开始打起来 刚刚讲到 现在我讲 我民进党已经定出时间了 我已经提将快保前进了 我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可是相对来讲 国民党真的会担心失去先机吗 保哲哥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如果你看到刚刚去 正好讲的那个状况发生 而且我觉得极可能发生 不一定每天 你一定会看到他在 因为他已经去了好几天了 然后最好如果又下雨的话 不下雨效果还不好 穿着小雨 拜托 一个党主席 一个副总统 在那边跟你拜托 跟蔡培文去找市场 而且第二个 国民党方面 因为他连续八年 林明珍 他当了八年以后 他现在要上来 我直接讲 他的选情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纠结 就是因为 林明珍选完之后 地方讲说 你现在要做几年 你明天要交你儿子 你又交你儿子 你都交你儿子 你都把你搭去就好了 所以国民党地方 我简单讲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国民党这次在南投不团结 民进党这次在南投 空前团结 而且高压也要你团结 那个整个赖清德 是把党务主管都叫下去 而且所有的 你看到赖品 与新潮的所有立委都去了 他从北海岸 跑去南投 在那边扫街 我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个个跟大家比较 来 法杰哥你知道吗 民进党的立委 是在总统选举人选出现之后 才开始提的 国民党倒过来 先立委再总统 这有什么差别 这当然有差别 来 我问你 刚才讲 我们现在看民进党的 总时程是这样 3月13到17号登记 登记如果中间有两个人 我就开始3月28号 我要协调 协调不成以后 我就办初选 办初选以后 我有证件会 一个月 在4月12号 但是呢 我3月13号跟3月13号 就已经登记了 但是我的立委是什么 3月20到24号 对 然后立委最后 提名的名单是5月17 所以是4月提总统 5月提立委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 这一次是因为 他只有一个人 只有同额 看起来应该不会有 任何人出来选 但如果有人要选的时候 如果你先选立委 再选总统 那麻烦了 一个是新潮流的 一个是政国会的 一个是英系的 我今天我要站哪一边啊 所以呢 民进党早就知道说 我们先把主帅抓出来 可是国民党倒过来麻烦啊 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要先选谁 我要挺郭 还是要挺谁 还是要挺侯又宜 我是挺朱立伦 朱立伦是党主席 我如果不支持他 到时候也不提名 我会发行动叫怎么办 所以就会有所忌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民进党所有的立委提名 通通都是 完全不管有没有现任 没有优先 全部都民调 国民党现在来那边 炒说什么大举为重 没有现任优先 没有现任优先 而且全部 全部都可以挑战 所以民进党 这个整个洗恋过程当中 当然他因为这样子 七年多的执政 已经很多地方 黑金旋轮我们都谈过 可是显然赖静德 他把这些东西 全部收拾起来 那今天他的这一个 整个提名的流程 之所以快 保险哥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减神 四年前怎么被弄掉的 三月初选 四月 五月 六月 拖了两个月 后来都是输掉了嘛 所以这次他也是 避免夜长梦多 他把时辰加快 但是当然啦 今年状况非常特别 因为陈建仁已经说 他很适合 还讲说我475天的公尺 是最后一个 不会再有其他 就没有要选 孙昌也支持他 郑文蔡也支持他 蔡总统看起来没有动作 所以当赖静德定于一尊 南投如果又赢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整个状况就会不一样了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刚刚讲的 现在按照 我们刚刚讲 按照台湾民意基金会 里面出来说 现在侯友宜虽然领先 可是侯友宜现在 卡在议会 动弹不得 现在其实国民党里面 或者说所谓的比较 亲近国民党的偏蓝媒体 都在骂侯友宜 或者都在劝侯友宜 都在催侯友宜 不要再丢毒了 赶快出来 好好做事情 但是保健委 我们就用四年前的 这个例子来讲 韩国瑜也是在这个时候 四月 五月的时候 现在才二月 还更早 四月 五月的时候 突然有点喵了 对不对 突然讲Yes I do 之后他的民调 就一直往下掉 七月还是最强 八月没有赢 九月输给蔡英文了 所以侯友宜的战法 你其实没有什么好 你说四年前是这样子 是不是 六月一号的时候 开始在凯道的大会师 那时候二十三十万人 在凯道 他气势非常旺 然后又跑去花莲 一而再 再而衰 那慢慢的就没有了 但是侯友宜 他现在是持阴保财 他尽不跟你讲 也攻击不到他 他有练金钟罩铁布山 什么打都打不通 第二个 你今天他的这个叫做什么 德川家康市的选法 德川家康没有资田信长 那么厉害 来了个台 他也没有风承秋启 嘴巴那么甜 还会送你黄金讨好你 他什么都不做 他等什么 等待 他等资田信长被杀 然后风承秋启也挂掉以后 就换我了 所以他现在在等 风了半天 其实他应该也猜不到他 一个身体两个灵魂 两个六月七号生日 双子座的个性 一下要一下不要 两个都双子座 2016年宝杰哥 当时他要换柱 10月25 光复节换柱 剩下3个月不到就要选举了 还能换总统候选人 现在才2月 我现在跑出来 不是直接被你斩了吗 如果你要挺我OK 不挺我我就完了 所以呢 侯友宜现在站在 新北市市长的这个角度 有很多 王老德洗心来问我 说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啦 他要不要选 他的战法不一样 他们俩以前是 一个是市长 一个是副市长 以前侯友宜 曾经是他岳父的 这个随身bodyguard 就两个人 难道没甘心吗 两个人 还各怀鬼胎吗 宝杰哥你有看长扁之争吗 在当这个 还跟林郑杰三建 跟选议员的时候 大家可以合作 还可以配票 上来要选市长 长扁之争的时候 就要分水灵了 选到总统的时候 对不起 金字塔顶端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 这几年其实关系 没有想象中 真的假的 变化打不通啊 我打得通啊 他们两个可能不打啦 他们两个 不是 因为他已经是 一式的事 你知道我讲一件事情 法杰哥我讲一件事情 有一年 朱立伦的 基要幕僚大头 他把那个 基要幕僚大头 对 他把那个侯友宜跑去 他的敦南办公室的 那个地方的一个照相 自拍 贴在网络上讲说 我们团队都在 侯友宜马上打架去抗议说 你要打架去 都没打架去 你把它拿出来 他把他两个小时后就撤掉了 正好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照片里面还有谁 还有朱康正 还有罗志强 都是还有大头 都是朱立伦的子弟兵 可是侯友宜 凑在里面好像说 我也是小孩的 不好意思 我已经不是小孩的 我在清北市市长了 我还是跟你拍这种照片 我不是朱立伦的子弟兵 对 所以 我过去是你的不了 但是 保杰哥 朱立伦比他还要小四岁 侯友宜是1957年 他是1961年 他们两个都617号生日 可是他比较大四岁啊 现在朱立伦的 很几何时 民调有这么高过 所以其实侯友宜现在 民调是最高的 他国民党 不管是这个对比 或者是跟这个互比 他都是赢的 那跟赖清德 你看他也很有机会 然后去年林家荣 一直跟他讲说 他要绕跑选总统 还赢46万 所以不管侯友宜 有没有起庆动念 他目前实力就是最强的 但是什么事情 会让他消耗 就是太早出来 或者是党内的恶动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下救表态的话 那我就讲一件事情 我们纯粹做 杀犯推演政治分析 如果他下救表态 然后他把郭台铭 郭友宜两个人都干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啦 侯友宜在新北市议会 7月休会之前 他不会有任何表态